男生喝完這個,今天晚上應該不得了 乒乓丸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溪 我現在人呢,在台中 今天呢,又要來吃騷肉啦 相信一定很多人看過 我跟Jokman拍的那一部 男霸天探佐瑪莉 我是一個非要愛吃騷肉的女生 今天來到台中呢,當然也要吃吃看 台中最厲害的騷肉 也是最有名的烏馬騷肉啦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進去吧 現在已經晚上十點多 但是人還是非常多 那已經來到烏馬呢,他會準備一個 免費招拜的雞湯 讓你平常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味道好了 我覺得他的雞湯很好喝耶 而且比探佐瑪莉的相對還要多厚一點啦 但是我看到網路上很多人說他的雞湯有偷偷加雞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就是,不是覺得很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菜單的部分吧 烏馬呢,他主要都是做套餐的部分 這邊有1580的雙人套餐啊 還有1680的,然後1780的等等 2180的 還有三人套餐 他這邊也可以單點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他的套餐是最划算的啦 所以來這邊通常我們都是點套餐 然後他這邊也有一些海鮮 可以讓你做單點 讓大家看一下,這是鍋物的部分 可以另外單點鍋物 然後這邊一樣會有飲料讓你選擇 這邊有甜點 那我今天點的是1780的雙人套餐 給大家大概看一下套餐的內容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等餐點來吧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這個盤子的部分 最左邊是烤肉醬 中間是檸檬沾醬 最右邊是昆布鹽 也是是我來這邊最愛沾的這個鹽巴 我覺得超好吃的 大家來囉 我點的是凱撒醬口味 好,我們來吃吃看吧 先來吃吃看沙拉的部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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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沙拉部分部分不好意思做什麼講解 因為我不知道能做什麼講解 因為我不知道能做什麼講解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沙拉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的沙拉是我可以接受 就是不會到很生菜的感覺 可能因為他還是要這樣子比較多 我們的肉盤來啦 這個沙拉最厲害的這個小肉盤塔塔 上面的這個是香草雞肉 中間這個是和牛上蓋 最後一個這個是澳洲和牛 我最愛吃的松阪豬來了 然後這個是豬梅花 我們現在就趕快開始烤肉肉吧 我來為大家試吃一下這個 和牛上蓋 我本身是沒有在吃牛肉的喔 為了你們犧牲一下 和牛上蓋 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啊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的 牛也沒有那麼重欸 而且還蠻Q彈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難咬 是不是因為我老了 牙齒咬不中 這個牛我可以給他一個8分 但是我本身不吃牛肉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評不太準 我們現在看到2號來賓 這是我們的這個香草雞肉 我覺得他們現在有雞肉真的非常好吃 先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我剛剛烤的 我們一樣來試吃看看囉 真的超級好吃 這個雞肉我給9.5分 裡面整個都是汁 你們有看到嗎 一咬下去汁就跑出來了 配上他外面那個 好啦我可能覺得他是 補個旺式香草粉 真的超讚的 再來是我們的3號參賽者 梅花豬 好我們來沾個醬 味道還不錯 而且蠻有油脂的 因為我喜歡吃有油脂的雞肉 我應該會給個8.5分吧 美中不足的地方我覺得 是烤的人的問題 應該可以再烤焦一點 我喜歡吃焦一點的肉 這是我們4號參賽者 松阪豬先生 唉唷 好啦 松阪豬我不喜歡沾薑 你直接吃吃看 我發現除了松阪豬 有補畫片之外 其實他前面三個我都忘記了 好啦沒關係啦 反正你們也不會看我的臉 對不對 還是其實你們想看我的臉 松阪豬是這裡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松阪豬很有嚼勁 我給到9分 而且我選的是薄片 我覺得薄片比較好吃 只是烤起來會有點脆脆的感覺 很棒 給9分 這個是我們的5號參賽者 澳洲和牛 他相對於1號呢 他比較薄喔 他薄很多 然後他有附洋蔥 讓你吃起來入口比較不會這麼油膩 他真的薄很多超薄的 然後他的油花也比較多 因為我真的不吃牛肉啦 然後我朋友說 他那個牛肉呢 他覺得比1號好吃 1號比較厚 而且是瘦肉的不可以比較多 那我們的5號參賽者跟大家再見 乾海鮮來啦 這個是雙人套餐的海鮮 好像幾乎都是長這樣 蝦子還蠻大的 等一下烤好 來試吃看看吧 看一下蝦蝦 還蠻大吞的 這應該是大炒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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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果然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蝦子果然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超愛吃海鮮的 這應該是大炒蝦吧 不可以賣分 不可以賣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干貝啦 這個麻煩的都是他的精華喔 好不好 來我們要加起來 欸 麻煩 麻煩 你別打啊 我還有你的精華呢 好 我們要來吃吃看 欸他被他都被那個炭燈到了嘛 我跟你們講個小常吃 你知道干貝是哪裡嗎 干貝就是我們吃那個 蛤蜊 蛤蜊後面不是有那個 那個就是黏到貝殼上面那個東西嗎 他就是那一個 就是很大的那個 黏到貝殼上面就是他 然後他就試試吃 好吃 好吃 來今天 那我們要來喝一下他的精華呢 雖然就被我灑了一間店 好不好 男生喝完這個今天晚上應該不得了 冰崩酒 冰崩酒 再來是最後甜點的部分 他甜點的部分套餐是可以選擇 他跟DAS的冰淇淋或是銀鶴蓮子湯 那我選擇的是銀鶴蓮子湯 因為我還蠻喜歡喝這種甜湯的 好那我們現在一樣來喝喝看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他少了一種濃稠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頂泰豐的 我覺得頂泰豐的相對更濃稠一點 然後比他感覺熬的燉的更久 更好喝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 一套餐的甜湯部分已經算相當不錯 最後帶大家加碼 先帶大家介紹一下廁所 他這邊很貼心喔 有附身體用的那個附墊 如果你突然來了 別擔心還可以墊東西 整體都是非常乾淨的啦 還要平分嗎 我給個10分10分 為什麼給10分呢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Dyson的吹風機 就因為你啦 但是我不知道這裡會有個Dyson的吹風機喔 其實這個Dyson吹風機感覺有點 意義不明 等一下這是Muma的評價喔 Muma這間店呢 在台中一直以來生意都非常好 常常來排隊都要排至少30分鐘 我想最高的原因就是因為他CP值很高 他們的服務態度我覺得很不錯 再來是他們的雙人燙蛋組合 可是卻可以三個人吃 因為通常我跟我朋友兩個人都吃不完 這樣平均一個人只要600多塊 可以吃到這樣的肉跟服務品質 我覺得是相當OK的 跟炭佐瑪梨一樣有免費的雞湯 但是相對價格又比炭佐瑪梨便宜一點 我是給他比炭佐瑪梨更高一點的評價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你們來都吃什麼餐點 讓我參考看看 如果有想看我吃的餐廳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喔 也記得幫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是芋汐 我們下次見啦 好啦掰掰 關掉 關掉啦很煩欸 關掉啦很煩欸